持续进入秋分但丝毫没有感觉到降温 天天都是35度以上高温的日子 受益师退休的网水池为了解决乳牛一到夏天 就怕热而无法泌乳 乳量大减25%的问题 意外研发出可有效让室内降温的隔热期 室内平均可降温5度以上 不只让乳牛顺利在夏天泌乳 自己也斜杠成深刻心声 在屋顶上本腹喷洒隔热涂料 实测喷漆前后的温度落差有15到20度 进到室内牛棚就算没有开冷气 也能平均降下5度 让原本怕热密乳量减少25%的主牛 也回归到了正常煮量 在厨顶外插我们这个隔热 那我告诉我冷污就吃到 冷污就出给你了 所以在冷污顶口渐在牛污顶 在室内服务有30年的受益师 王水池曾帮农友解决主牛的秘主 而意外开启它投注研究降温的隔热期 铁皮石棉瓦甚至外墙都可以涂漆 而防水池更针对室内加装风扇 喷洒水雾都进行了实验 但发现散热有限 所以五度去 五度去 五度去 五度去掉 因为这个房间不一样 工程大小的不一样 所以它的工程的温度 留得差别 所以五度去 五度去掉 业者表示 施工一次可以维持五年以上的时间 而降温之扣也可以节省电费 更能够达到节能减碳爱地球 但环保隔热期成本是高出市场 能否成功打入居家及企业的市场 还是得看消费者的接受度 这点讲话台中采访不到